一件作品呈现的是人生的历练 以内心所思所想 你看到这张照片 它融合了西方的抽象美学 开创了摄影的新艺术形式 我利用玻璃砖 把经过的人物用相机拍摄下来 做成一张组合照片 它呈现出来的是 既抽象又具象的图案 亦是一条狗 亦是一头牛 亦是一头猪 亦是一个变了形的怪物 所以我将这个作品命名为观怪路里 我的老师善用于星象手法 就是光影 线条 色块 情感 等等来表现 我认为一张精彩的作品 并不需要花俏的形式 或者一定要有的大景 只要用心发掘 套老化一句 处处皆有景 有一次 在素食店里吃东西的时候 发现身旁的玻璃砖 有着那种奇妙的特质 它跳脱了一般玻璃只有的透明质感 而且具有透光性与反光性 玻璃砖这种媒材 在很多公共的场合都可以看到 但是因为对焦不容易 所以拍起来的影像都不相同 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实体在经过玻璃反射后 竟然可以产生这样无穷的变化 我追求创新 在相机的明亮背景之间的玻璃砖里 寻找如梦似真的视觉印象 我非常感谢我的家人的支持与体谅 同时也谢谢台中市摄影学会这几年的栽培 更要感谢开启我摄影院的陈黄泉老师 也是我的恩师 在这几年的学习过程中 他教我一张好作品的三要素 色调、线条、情感 以及如何利用光影来做影像创作 光怪陆离 这张作品就是藉由这些严肃创作出来的 最后还是要感谢评审对我的肯定 谢谢 谢谢大家